中華大學的他全部用過去史 台大他都用將來史 如果這兩個都是他寫的 為什麼會在英文摘要裡面 會有這個不一致的現象 到底是他寫的嗎 林志堅在新竹的那個 中華大學的那個報告裡面 你們知道他的 寫詞是寫什麼嗎 是空白頁 是空白頁 這個怎麼是空白頁 然後呢 他在這個 他的自己的這個 台大的這個論文裡面 沒有致謝了 可能就根本就skip掉 skip掉就沒有 就找不到 就是根本沒有致謝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地方就是我覺得 很奇怪的是 林志堅就是在論文撰寫上 他在中華大學的這個論文裡面 他的英文摘要 他用的是過去式 那是正確的 因為你 你已經完成這個研究了 所以你一定是 一定是用過去式 這個在中文看不出來 可是在英文很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 中華大學的 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摘要 我 highlight的這個 你可以看很清楚 他全部用過去式 他寫 他寫 showed 然後 research是studied 都是用過去式 可是你看他在 台大 後來隔了幾年 他在 106年發表的 他的英文的摘要 他寫什麼 他都用將來式 如果這是他的第一篇論文 我可以想說 他可能就是 就是把他的 做基礎 就是他的那個 三個月前 要 報告給他的這個 那個 那個委員會聽 也就是說要 得到他們的許可 讓他可以進行 論文口試的時候 他的 proposal 所以他可以說 我要研究什麼 我要研究什麼 可是 他之前在中華大學 已經有一個 寫過問論文 而且那時候發表 可能是97年啊 就是如果這兩個 都是他寫的 論文的話 為什麼會 在英文的 這個摘要裡面 會有這個 不一致的現象 那到底 是他寫的嗎 如果是他寫 中華大學如果 他自己完成的 他知道說他英文 摘要用過去式 其實應該是要用過去式的嘛 你已經完成了 我們研究了什麼 我的論文做了什麼 但是為什麼 到了台大這邊的時候 他用的都是未來式 除非說 他就是沒有時間去寫 過去式 他也不想去改他 然後他就直接 copy照等 就是把他的proposal裡面 東西放進來 我不知道 所以說 這是不consistency的地方 那當然已經 這個有很多人都談 他的這個 相似的東西 我就不講 但是我只是就 論文在寫作上面 他 就是前後 就是在中華大學的論文 跟在台大的 碩士論文 兩篇碩士論文 不consist的地方 就是 當然有consist的地方 就是他都不寫 他一個人都不寫 不感謝人 OK 那這也證明什麼 可能也暗示什麼 大家可以去想 因為通常 我 大家可以去圖書館去找 很多的這個 畢業生 他在他的論文裡面 他一定會謝謝他的指導教授 他會謝謝家人 他謝謝女朋友 然後他會謝謝他的同事 同學 還有提供資料者 他會寫很多 那是從裡面 你可以了解到他 辛苦的歷程 但是 在中華大學的 或者是在台大的 碩士論文 林志堅 他都沒有卸半個人 就是自卸欄是空白 一個根本就是 連內業都不見了 就是沒有自卸 當然自卸欄 不是一定 絕對要存在的 你當然也可不卸人 那但是 這個是一個態度問題 或者 這是一個過程的問題 如果你缺乏 這個研究的過程 你當然不曉得 要從何卸詞 可能卸了 難道你要去撒謊 去卸誰嗎 所以這個其實 是個問題 這一點我是完全贊成移民的講法 那 因為一篇論文要完成 你要感謝非常多人 即使是碩士論文 那個從開始選定題目到完成 論文 那過程點滴在心頭 要很多的人幫你忙 包括有人幫你做家事 有人幫你帶孩子 你要感謝的人 真的竹盤不及備載 那我一個朋友 一個士興大學 一個教授 他就提供一個觀點跟我講 他說很多人都只看到了這個 新竹球場的事情 有六百萬球迷關心 好像論文關心的人不多 他說不對 他說 他說 學生你一定要去看那個自卸詞 那個台灣有147萬的碩博士 但他的家庭裡面 有多少的人 是被感謝過 他就是一個家庭 或他朋友 算七個人的話 他說147萬乘以7 絕對比球迷還要多 因為真正寫過論文的人 你要感謝的人 是一群人 那這群人 他會看到 我的朋友 或我的家人 那麼辛苦寫到碩博士 可是現在變成碩博士的論文 變成被大家貶抑 他會心裡很不舒服 所以他說 你不要小看 好像球迷人數多 他說你要從自卸詞去想的時候 對 一個論文寫出 那是一個家族 一個朋友史 所以 看起來 人不多 但實際上 他是一個團體 所以你剛剛提到自卸詞 我就把那個世音大學的教授寫給我的公家說 不要小看自卸詞 因為自卸詞代表了一篇論文 後面有多少人 是很看重這個論文的事情 所以林志堅 一篇感謝詞都沒有寫 說實在 真的很反常態 是很反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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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